大家好,我是拉特社的刘老师 今天有朋友留言问我说 老师,直播在哪里观看 聊天跟我学习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扫描左边的维码 添加我的助教 直接跟他去说老地方听直播 每个工作日的晚间 7点到11点 我们都会在这个直播 实时当中去讲解 从今 缘由 特别对各个品种的机会和策略 不管是想跟单还是想学习 找助教老师说评来一起可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 交运指示者的专业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3年的10月4号 好,OK 那么想必此时此刻 大多数朋友的话 应该还在假期当中 那么社区是提前开工了 所以的话 今天又给大家 开始录制我们这个早盘了 OK,那么八天假 现在今天是第六天了 一直放到周五 是吧 那各位既能够是 这个在假期当中 又能够去做交易 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么时隔了五天 一共是三个交易日 那么这几天这个行情 应该说还是相当的精彩 商品也好 货币也好 都走出了非常不错的行情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盘面 因为时隔这么长时间 那么之前的话 我们就不去做这个回顾了 好吧 我们就直接去讲我们新的内容 OK 直接开始就讲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 好 这几天的话 这个应该说总体来讲 是美元指数持续在走强 然后非美商品持续在走低 大家看 欧元是这样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在上周四的早盘的时候 当时我们讲的是欧元的热空 对吧 然后欧元反弹 下跌 心低了 是吧 然后英镑 英镑也是经历了反弹 下跌 就心低了 黄金 那就更不用讲 对不对 黄金就更不用说了 我记得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 早盘应该还在哪来着 还在哪来着 还在这 上周四的早盘 当时我们黄金在这里 大概还是在这个七零附近晃悠 那么到今天已经到20了 然后原油 原油也是上演了一波高台跳水 直接是走了一个V 直接是走了一个V 所以的话这几条 应该是相当的刺激 基本上只要是顺势做的 基本上顺势做 只要你位置不是太差 坐在一个地板上 那基本上都赚钱 对吧 像欧元 对不对 做空 英镑 做空 是吧 黄金 做空 多赚 多赚 然后原油 原油的话 如果说这个哪怕可能之前 前面有这个做错或套单 那后面 其实都有就会做回来 都有就会做回来 所以的话 其实这几天的行情的话 我个人总体来讲的话 其实难度不是很大 难度不是很大 总体就两个字 顺势 顺势 不存在那种非常胶着 特别难做的行情 OK 来我们看到 这个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是吧 顺势嘛 对不对 刚说过了顺势 所以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思路 就是依然围绕这两个字就做 欧元的话 持续在创新低 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顺势 继续反弹找空点做空 就完了吗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欧元的反弹空点 大概在哪呢 大家看 来 我们今天看这个欧元 包括待会的这个英镑也一样 我们现在去反弹找空点的 看的就是当前这一段下跌 大家看 看的就是当前最新的这一段下跌 在这一段下跌当中 我们去找压力位 然后去反弹做空 OK 那么我们看 现在这个欧元的话呢 压力位大概在哪呢 我们看到 就这个下跌 对吧 从这开始 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压力位在哪 这两个就直接忽略 就不用想了 好吧 好吧 我也知道 这两个地方是压力位 但能到吗 对不对 所以直接忽略 直接跳过 跳过 好吧 好 我们再看 在哪里呢 OK 来我们找一下 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找过 也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把所有的这个压力位给它找出来 然后我们去一一标记 然后我们去选择一个什么 相对来讲可能性最大的一个位置 对吧 很明显 你看 是不是 那这几个位置应该来说 是这一段下跌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比较清楚三个位置 那么这三个位置 那我们首先把最高的给去掉 对不对 那剩这两个位置了 那么这两个位置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对不对 大家看 这两个位置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前后相差了不到十个点 有几个点的空间 所以基本上的话就这样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做一个什么取舍 我们直接干嘛 把它画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区间 对不对 不到十个点的一个区间 所以呢 你看 我们就得到了今天我们欧元反弹做空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 对不对 得到了我们今天欧元反弹做空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呢 就上来 这个地方空 就完了 对不对 你看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就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个位置 好 OK 那么这个是欧元 英镑 英镑其实也是如此 各位 一样的 英镑 今天英镑跟欧元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 同样也是顺着这一波下跌 对不对 一样是顺势 一样是顺着这一波下跌去找压力位 是吧 这两个先去掉 对不对 哪里呢 来你看 是吧 当然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的话呢 英镑这三个位置 它的这个排列 或者说这个分布吧 就相对就比较均匀 大家看 是不是 同样 我们先把这个最高去掉 对不对 大家看 剩下这两个 那它就不像欧元 能够直接做一个区间 它比较宽 它比较宽 对不对 OK 那我们要做取舍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 第一个 距离限价的话呢 大概是50多 然后呢 第二个 距离限价大概是70多 有时候 这两个点之间相差了20个点的空间 对吧 OK 那我们看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在做取舍的时候 来 我们还干嘛 我们加一个这个飞波 对不对 看看这两个位置 哪一个处在飞波的关键位置上 这样的话 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做辅助决策 大家看 这两个位置 大家看 它正好处在什么 飞波38.2 一个下方一点点 一个上方一点点 对不对 38.2 处在它们中间的位置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看 那38.2处在中间 那我们就看一下 对不对 OK 一个上 一个下 然后飞波38.2的中间 对不对 那这样这样子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就干嘛 直接取中间的这一段 飞波38.2呢 对不对 这样就不用苦恼 去选哪一个了 是吧 刚刚好 基本就是正好正中间 对不对 是吧 所以说 你看 我们一步一步去挖 一步一步去找 抽丝波茧 那最终其实我们都能找到 我们要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我们先从价格本身出发 标记位置 然后去看 那这些位置的话 哪个就有可能 对吧 通过各种辅助的工具 最终我们能够筛选出来 对吧 当代可能会问 那干嘛不直接38.2 一画就有了呢 对不对 是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画飞波 它起到的作用 始终是一个辅助 大注意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飞波 它是一个辅助 OK 价格行为 一定排在飞波的前面 所以一定是先从价格行为出发 然后再去通过飞波 去辅助 去找它关键的飞波的位置 有没有对应的价格行为的 明确的一些什么 关键的压力和支撑位 OK 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说 直接画飞波画下来 好 38.2 可以空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是50呢 对吧 为什么不是23.6呢 为什么不是61.8呢 对不对 这些位置都是关键位置 那就那那那那怎么办 对吧 所以一定是先看价格行为 找关键位置 然后再对应的位置 有没有飞波参数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所以的话 我们今天的话就清楚了 我们这个英镑的空点 大概就在这个38.2这个位置 刚好是两个压力位的中间 你看 就有了吗 好 OK 那么这个是英镑 然后黄金 好 那么黄金又稍微不太一样 各位 黄金接连是跌了多久了 从1947直接是跌到了1815了 应该是 这一次过去一段时间 就走了一个单边 走了单边的一个下跌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单边下跌 这几天一直到昨天 他看 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创新低 对不对 但是注意 大注意 在昨天的时候 黄金虽然还是反弹空的一个走势 但是 昨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什么 一个迹象 我们迹象吧 是这个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 是什么 就是 价格没有在什么 创新低了 昨天有一个迹象就是价格虽然是跌 但是已经没有在创新低了 所以这是一个迹象 那么这个迹象说明什么呢 说明空头 这一段大跌的空头 暂时 注意 是暂时干嘛 它的力量开始衰减 它没有办法再推动这个价格 继续干嘛 去创新低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那既然 空头的力量开始什么减弱 对吧 那OK 那我们今天的思路来 我们今天的思路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OK 来大家看 既然空头的力量变得匮乏 开始衰减 对不对 没有办法推动行情新低 那么我们再看 大家看 在小周期15分钟 大家看 来 这里 高点 然后昨天上冲上去的这个位置的高点 大家看 这里是不是已经量高点了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前天这里有一个低点 OK 我们再看一下 什么 两高一低 对不对 两高一低出来 OK 什么 那就什么 预期震荡咯 对不对 这个预期震荡就出来了嘛 是不是 对吧 没有新低 然后又出现了两高一低 所以说 那震荡就出来了 当然 这个震荡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局部震荡 整体上黄金还是处在什么 很清晰的空头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跟大家强调说 暂时 暂时进入了一个什么 这个 就暂时空头的力量在削弱 对不对 如果说你每天都在新低新低新低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空头很强势 对吧 你哪一天不新低了 开减弱了 对吧 OK 所以的话 今天的话 我们的数据比较清晰了 那是高空低多 高空低多 大概 对吧 大概就是在1933 然后1915 大概呢 也就是这20美金不到的空间 去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操作 这是今天 这是今天 好吧 我再跟各位强调一次 总体的空头 还是不变的 仅是今天短线 我们就有一个高空低多的操作 OK 好 那么这个是黄金 好 原油 这哥们 哎呀 应该说最精彩的还是原油 因为 过去这几天的话 像欧元英镑黄金 其实这个 就顺势嘛 对不对 没什么特别要讲的 但是精彩的是原油 原油是直接走了一个V 在周四的 上周四 冲高 然后就直接就V了 这就V了 对吧 所以 大家看 这一段原油应该来讲 各位注意 这一段原油应该来说 这个涨势 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涨势 然后这里又跑出一个V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要进入一个 至少是大周期的深度回调 我不敢说趋势改变 但是至少在这个日线的宏观的这个周期上 一波深度回调 应该是在所难免了 在所难免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原油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在哪 大家看 这一波上去 对不对 然后V下来 那么在前天的下跌当中 大家看 就这一波下杀 这一波下杀之后 他把这个点给破了 对不对 把前面的这个起场点给他破掉了 是吧 所以这里又是一个倒V 对不对 而且是一个纯纯的倒V 他因为他把起场点给打掉了 是吧 OK 好 那么现在的这个原油 我给大家画两根线 这两根线你应该说相当的清楚 我们先看第一根线 大家 第一根线是前期第一点连接的结构线 你看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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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大家看到没有 是吧 一二 三四 所以原油到这里有一波反弹 OK 反弹 然后 再看第二根线 那么这一波反弹 刚好什么呢 刚好又受压什么 被这一根下降趋势线给压住了 刚刚好 也是达到了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是吧 你看 所以说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这一段 现在 在干嘛 在走到这块位置了 对不对 走这块位置了 OK 那么讲这些是为了干嘛 是为了告诉各位 现在的这个原油 局部到了一个关键位置 然后整体又是一个倒V 所以的话呢 接下来 大概率 大概率来说 原油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深 就是日线上的深度回调 在一小时上 一波空头 应该说非常明确了 就非常明确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 倒也简单 今天我们原油的思路的话呢 相对来讲 倒也不复杂 大概 首先我们把这一段定义为什么是反弹 对不对 反弹 然后的话 反弹 我们把这个给它画出来 把这个反弹的趋制线给它画出来 对吧 好 趋制线 破位 OK 空它 去做破位的空 去做这个位置 破位的空 这一段反弹 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什么调整段 对不对 OK 这一段反弹 我们统称为调整段 上 破位 空 OK 好 那么当然 肯定会有朋友会有疑问 对吧 老师 如果 你看 它要是往上破了 怎么办 有没有这么可能 当然有吧 对不对 对吧 好 如果说它要是往上破了 是吧 好 那么它要是往上破 就代表着下方的这一根结构线的支撑什么 依然强劲 有效 继续推动的这个行情往上走 那么一旦说突破了这一根下降趋势线 大注意 如果说一旦突破了这一根下降趋势线 那么代表什么 代表着这一段下跌 就这个V 就这个到V的右边这一笔 到V的右边这一笔的话 又终结了 各位 又终结了 好 那是不是又可以顺势去多了呢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最近这个原油 大家 它的这个多空的转化其实非常的这个频繁 有点像前期 前段时间的这个黄金 对吧 你看这一步上去 对吧 暴力拉升 拉完又暴力下跌 对不对 它多空的转化其实非常频繁 所以呢 我们的思路也要去保持灵活 虽然我们有一个非常看好的一个方向 也做好这个准备 但是如果说行情没有朝我们预期的去走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有对应的思路去做 它要是真往上破了 对吧 一根阳线往上 对吧 这个时候 那又有做多的这个机会 那至于是 它往上 去这个 这个突破 它是直接去追 去追 还等回踩 那这个 就要看它届时具体的突破的情况了 好吧 这个暂时没办法跟大家去讲 对吧 我跟大家说过 突破的这个具体情况有多种多样 我们要分这个情况来看 OK 那么这个缘由的话呢 是大家近期要做的时候 需要保持这个灵活的一个思路 千万不要认死理 好吧 千万不要认死理 OK 那基本上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 其他的我觉得都没很简单 这个欧元英镑黄金 顺势嘛 两个字 然后缘由 到了关键的多空绝对的位置 好吧 保持灵活的思路 不要认死理 就OK了 好 那就祝各位今天交易顺利 好吧 能够为本月开一个好投 那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